我們要來看這個 這個範例就是綜合演練這個範例 3-5的部分 第一個請各位先確定一下你Java有沒有裝 在C碟的Poken File 理論上應該我們這邊是沒裝的 Java確定一下有沒有JDK 這個1.7 原則上應該會有這個資料夾 如果沒有的話請你裝Java 第二個就是說你在到D碟底下 因為我們上個禮拜在D碟底下 會有一個這個資料夾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上個禮拜我去板橋測試之後發現了 這三個字中文有沒有 會干擾那個Android SDK 所以一直出問題是因為這三個字 精簡版 因為我為了要給各位看清楚 所以多加了這三個字 發現這三個字是有問題的 所以請你把這三個字刪掉 刪掉 刪掉之後呢 這個裡面的SDK就正常了 這個實在是 這個為什麼它不相容於中文 實在是早期的版本都會這樣子 之後應該就會改善了 好那接下來的話請你把這個Eclipse 我建議你直接怎麼樣 先搬到桌面上 按右鍵傳送到桌面上 當成捷徑 這樣的話以後我們就直接從桌面上開就好了 OK 那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確定一下你的Android SDK 是不是可以正常顯示 還有你的版本是不是正確 再來就是說呢 你要再建立一個這個模擬器 這樣的話就把環境先準備好 所以下一次來上課一樣 Java有沒有 第二個呢 Eclipse部分有沒有可以執行 那麽